會省啊不會省 有時候這個潮起潮落 雖然媽祖這個全天下 就是這樣的一個精神象徵 但是有時候會廟會不會行銷 會不會辦活動 好像也關係著整個廟的氣韻 對不對 對 一般來說 我們都大家就說 興太家冷藍藥 其實媽祖廟全世界的媽祖廟 包括我們台灣 現在有定期的大廳廟 是五十一座 五十一座大廳就穿那個 大廳就五十一座 那如果世間的家家起來 差不多是六千座 但是所有的媽祖廟都興外客 所有的鑽香團 如果要最久的就南藥宮 中華的南藥宮 已經二百零六年了 在一百一十五年 第一次四十二的人用鑽 過去南藥宮是三年一次 三年一次 回到家鄉的五天掛香 過去鑽香或掛香 為什麼掛香就是我們這個香爐 可能我們這個婚靈過來的香爐 它的那個靈沒那麼強 所以三年一次就回到家廟 香爐一碗 我們自己的香爐拿一碗就好 拿家廟的香味都把它放下去 掛香倒回來 所以過去頭前都有宋康廟 所以過去哪有人在唱歌 頭前宋康廟大家 聊天聊天 我就想都沒吃 現在宋康廟都沒去 所以感覺怪怪的 有啦 現在還有啦 沒有啦 但是我看沒有了 不然他剛才唱 你如果宋康廟頭前 他們那邊也出宋康廟出來 以前廟對廟的時候 在拚館的時候 宋康廟在拚 頭前一個都 撐一個出來拚 上頭前要掛那個長八 長八 長八是掛在頭 其實那很好看 掛在頭 長八是這樣長一長 一長八唱 掛頭 搖掛是這樣沾一下會沾 但是你剛才那張棍子 電腦掛 他掛就是那一場 全都沒有說 所以有時候 我們說老媳婦 去剛才那張棍子 演講 所以就是用亂八 去年廟 那個已經比較起來了 所以 如果要說 他們現在長話 要強這個進行 就是南廟宮 要進行為文化的骨基保存 但是南廟宮 你看1935年的時候 那時候日本時代 就十萬人 十萬人不簡單 那時候十萬人逼近 差不多四十萬人比較多 所以如果要主席來說 南遙公已經算上下了 因為你中華有分寸來跟寸來 來媽祖就天休宮 外媽祖就南遙公 但是南遙公很可笑 就是日本時代跟買國民黨來的時候 竟然叫政府接收費 收費了嘛 政府就要管了嘛 休費收費啦 那時候中華市工作沒錢 總要去賺錢休費 要拿作主席 有做不做我不知道 到2001年現在還給南遙公 他們現在要管理委員會 所以說他們是怎麼落後在代價 代價就是代價要行銷 媽祖要用Q版 也要跟很多商品去結合 然後在網路上行銷等等 所以說南遙公過去 穿到他會比較有十個媽祖費 甚至在100年前 一九七年因為經濟一百 甚至七媽費 七個媽祖都集中在台中 在拜四十天 那不簡單 台中在那個中張頭 媽祖費以前的力量是很強的 你如果說南遙公 他也有很多神蹟 譬如說1962年 民國五十一年 他們本來在飛鑾的時候 來到大陸 時間本來就說 譬如說我們營晚6點 要開始去走 經營5點發樓 發樓的時候 他們當機起來說 快走 媽祖方叫我們去走 然後走 總是過路水開過 來山路大水 總是向上水 總是沾起來 天啊 總是整個 鐵柳一點鐘 剛才整個都帶過去 這是他們的神蹟 第一 他們南遙公過去 他們有一個香檔 他現在出現的時候 要有一個香檔 香爐的火不能熟 但是香爐 點那個香爐的火 一定要先酒的人 酒頭的酒 他們酒頭的家屬的人 所以他們的古香檔的都洗酒 他們的小小小小 都一兩百個古香檔 有人想說 比較有那個事情 他們洗酒的 咬下去 我們洗下去就咬下去 咬下去 咬下去 灰點不起來 很奇怪 為什麼呢 南遙公立建的時候 跟醉了醉了醉了 那些沒那種 炒醉了沒那種 是他們洗酒的 整個都給它打起來 所以媽祖想說 媽祖哉 媽祖哉 媽祖哉也不知道 媽祖哉 所以讓他們洗酒的這個 這個款 就是在古香檔 兩千空白年 南遙公有一個大的古香檔 要換新的 十天來換 那有可能 那一個古香檔要做 兩三個月 結果 很奇怪 塞了一個古店 經驗說他古已經做好了 媽祖去訂座 真正的 媽祖三個月前就訂座了 訂座那個古在那裡 他做好的時候 訂座不是要先付訂金 不用啦 他就打托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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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遙公你吹吹吹 總要靠電話的時候 他說有啦 我這裡有一個人訂座的 剛好張提座 把我買給你 租租租租好 所以說 清潔神機啦 好